中文字幕——YK 现在这个区域就是我们圆明园自己进行自主创作的一个文创区 有一款是郎世宁当时绘制的《鲜鹅长春图》 我们是一套花鸟的这个作品 我们是根据里面的图案进行提取和再组合 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的创作 比如说有团扇、有笔记本、还有蜡笔 是我们做文创的初衷 以这个产品带我们圆明园的文化和历史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